好 回到淮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 最新的数据 2023年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是49.0%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指数是53.2% 综合PMI产出指数52.3 那么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一位高级统计师赵庆和 他就特别表示说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 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景气水平是有改善的 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跟综合PMI产出指数 分别是53.2跟52.3 比起上个月是下降了1.3跟0.6个百分点 现在继续就位在一个扩张的区间 也就是说 现在的经济保持恢复发展的态势 但是也看到是说 现在简单来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制造业的复苏力道 可能需要再加强 所以大家在关心的是 下半年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 这个复苏的动能 关键会是落在哪里呢 东大兄 我觉得我们用年初到这里半年多来看 原本我们行业在年初的时候 因为它原来把好解封 大家对中国股市A股都一片乐观 但走了半年下来 发现A股跟港股的表现 在亚洲绩效敬赔莫作 那原因就得梳理 因为它现在还是在美国的贸易战 科技战 晶片战里面 一个一直被打压的地方 基本上很直接影响 就回到刚才主持人讲它的制造业 因为我用各种方法来锁你 不要让你威胁到我的 整个产业的战略地位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要保持后续追踪 就是我们过去在看 进入中国大陆的资金 很大一块是长头 它进去时间都很长的 它是捕捉追踪你长期的发展 可是今年以来我发现 流入大陆境内的资金 主要都是避险基金 避险基金它看的都很短 所以它基本上它在玩的是一个 比较短期的波段操作 波段操作或是套利 那我们就要来理清楚说 为什么它长头会变成短头 会变成是一个避险基金 那我觉得以我在接触这些 有更大的往来的外资 他们给我的说法 首先大陆这几年的政策 会让他们感觉说 到底你在左右中间你怎么定调 所以你看到李强最近在 有点在心心喊话 就是我们这一切都没有变 我们还是要照商引资 所以这个一个是信心问题 另外可遇见未来 有没有类似像阿里巴巴或腾讯 那种大型的公司 像过去以前这样挂牌 它目前看不到 所以我现在把它拉大一点 制造是直接被美中贸易战 科技战打击 但是放眼出来 在其他行业其实也存在隐忧 了解 从这个总体经济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邱老师您觉得呢 就是同样的问题 下半年制造业的景气动能的复苏 的关键是什么 现在讲的是中国经济 如果是中国经济的话 除了刚刚吕老师提到的就是说 美国打压之外 我认为现在一个上半年 比较不利的因素 是终端需求的一个疲软 就是说因为这个欧美还面临通膨 而且用很高的明目利率 在抑制通膨 那但是呢 如果说是下半年的话 我认为这个 有中国 特别是第四季 有可能那个出口呢 上看到9% 为什么因为 我们现在看到去年的 基期最低就是第四季 那另外的 另外的一个层面来讲 就是说 我认为在下半年很有可能 特别是美国联准会 应该就是会开始宣布这种升息 走到一个终点了 那大概就是会把这个联邦基金利率 控制在5.5%到5.75% 那甚至我们现在如果说看 他这个最近释出的 利率点赠图的话 明年有可能降息 因为他应该不会让实质利率呢 这个转正之后呢太高 因为这个就是会抑制到 相关的一个需求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好消息 因为现在看到是7月跟9月 在升息 那但是升息大家打通膨嘛 现在看到的美国通膨 就是CPI的指数 最新看到的是4% 这个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讲 您觉得会有多大正面的帮助呢 现在看到的是反而第二季的出口 受到很严峻的冲击 那所以说呢 如果说在下半年 甚至譬如说 他要再升息两次 可能就在7月9月完成 然后第四季 就是说9月之后 他释出一些比较 鸽派的一些讯息的话 那么第四季可能就是那个订单会增加 然后会让这个中国的出口呢 有一个谷底反弹 那现在我看到的一些预测 在第四季的出口可以到9% 那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虽然说上半年中国经济不太好 可是你看他第一季是4.5% 然后第二季现在上看7%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虽然出口不好 但是他的固定投资跟民间消费 还是有支撑 所以就像我上次来录影谈的 就是说中国今年的关键 其实除了要等待这个中端需求回温之外 他要设法拉抬内需 OK 您提到拉抬内需 我们就来看 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呢 他召开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 特别当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 家居消费因为涉及的领域多 上下游的这个整条的这个链条长 所以规模体量大 所以采取是针对性措施 加以提振 然后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成长 还有经济恢复 另外呢 要提高供给的品质跟水准 鼓励企业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商品 定制化的家居商品 希望进一步的加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以助于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 但具体的内容跟措施 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详细 或者是一些比较更完整的 这样的内容让大家看到 好 问题就是说 现在看到的国务院方面 大陆国务院呢 优先着重在家居消费 这个行业的投资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透过政策的拉抬想要做到什么 其实呢就像刚刚邱老师所讲的 其实在整个一个中国现在经济 其实虽然是表现的还算差强 但是没有像所谓的这个疫后的一个爆发 是没有的 我认为 因为它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三架马车的一个困境 当然就是 危机当然就是出口 那出口因为受到这种美贸易的影响 还有投资 大家不知道有一些资金也进不来 然后有些资金润出去了 那当然还有消费 所以看准了中国认为是说 这个消费呢 现在还是支撑经济的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它呢在这个6月29号呢 它审议通过的管理促进家居 消费者的若干措施 那其实呢 为什么用这个居家的消费来讲呢 因为居家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它包括又牵涉领域多 然后上下游的这个链条长 还有规模的体积大 那因此呢 从居家开始来做呢 是最有效果的 此外呢 那它现在这个 中国现在推一个叫 战略的一个储备库 那当然它现在要以兴稳定 必名声必要的 因为这居家是名声必要的 这个投资 然后它因为够它一个 投资的一个激励 能够刺激中国大陆 现在的一个经济的停滞问题 才能落实 我们知道现在它要推 再推十四五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规划 里面有一个国内 国际的双循环 因为唯有呢 在国内呢 它制造成一个大循环里面呢 一定完善 才能跟国际的 就一个做一个互动 能够能够 然后才能带动这个 不管是内需外需 对于进口出口 以及引进跟对外 投资一个协调发展 因此看起来呢 中国是现在 我看这是 虽然没有具体的 这个内容 但实际上 他们还是会把这个 居家的消费 就是包括 民生最底的 作为它经济的 发展一个龙头 而不是在所谓的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 现在很多烂尾楼 这个我觉得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它后面 呼噜的是什么政策 是 民生还有家居消费 其实 刚性需求 它就是 必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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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个焦点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 就是 最近让市场 比较担忧的呢 就是这个 殖利率倒挂的问题 根据彭博的数据 所显示说 两年期 来看到这个图表 两年期的 美国公债利率 那么 在3号呢 升到了 4.96% 比10年期的 公债殖利率 高出了110.8个基点 逼近了这个 数十年来呢 最严重的倒挂 所以一般认为说 这个殖利率倒挂呢 是对股市 比较不利的 恐慌讯号 就代表说 投资人对于 投资有这个 风险的疑虑 所以这波 殖利率倒挂 钟大雄您看 会不会影响到 美国联准会 接下来在 利率上的 决策调整 好 因为刚刚主持人 谈到的是 殖利率倒挂 对股市是一个隐忧 其实我刚刚 稍早也提到 上半年美股到台股 都是大涨 那怎么解释 就是货币政策 有它的滞后性 我推 但它有时间差 所以整个上半年 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没有发挥 它没有对股市 形成负向的冲击 但是一个观念 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它不会不到 它只是会晚点到 那从这个逻辑往下推 就越往下半 我们对股市还是看好 但是要开始采取 比较偏防御型 特别是要跟政府政策 连结 另外一个资产配置上 再要拉高比重 这个是在考量 整体经营环境变化 要做的个人的财务配置 至于对总体的影响 我们现在从 美国联准会来看 今天我们整个节目 基本上都是财经 那一个观点 美国联准会 它是主导美国 自身跟全球景气的源头 它那边的紧缩或是宽松 直接就是漫开 对全球的外溢效应 那联准现在面临一个 我把它叫做三元悖论 第一元就是它要压物价 第二元是要稳经济 第三元是要救金融 那各位就发现 它处在一个很难决策 因为我如果要压通盆 压物价 我就要继续升 还是维持一个高档的利率 可是这个过程 我的经济跟金融就会弱化 那你颠倒过来操作 我如果要稳住经济 避免金融一直有问题产生 我恐怕就不能这么紧缩 但是我讲一个观念 联准会在111年前 成立的时候 它的法定职权 就是稳定物价 抑制通膨 所以当这个三元悖论 摆在一起 好几元 它一定先考虑物价 所以我们后面要观察的 就是美国的CPI PCE 这些核心的效率物价 它有没有收敛 那最高在去年6月 它CPI是9.1% 主持人刚才谈到 最新是4% 目标是2% 它下来了 问题在于 我的看法 现在它怎么样的努力 可能就是在4%这里 它有僵固性 但距离它目标性 还是高一倍 所以我们可能 比较理想面对就是 刚才这个邱老师达身 其实也带到 这升息的尾巴 它可能在这一段时间 但也不排除它在往上 那最新 这两天啊 堪萨斯的两个 经济研究员提出 他说 美国可能要到2026年 才会降息 也就是目前 这么久 这个利率期间 大概比我们预期来的 更长更久 那此刻 因为点证图在6月14号 它发布的时候是 年底才要再升两码 那升两码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面临到 它已经是在一个 5.5到5.75% 逻辑上就是 我现在在跟我的客户沟通 投资朋友都说 你要心里有 6%联邦利率的准备 因为这个6%的概念 跟过去十几年的 极度宽松 是完全 不一样的逻辑跟环境 那再来 厂商经营 我开始要想 6%的联邦利率 一定是大家说一解释 营收会削弱 但是同时 它的利息支出要拉高 所以你开始要追踪 哪些厂商它能够活得好 活得下来 我跟各位讲 很多在美国统计发现 这一波的中小企业 是40年来美国破产加速最高的 因为那个利率循环直接冲击到中小企业 而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台湾的进展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